各位同學大家好 這次我們會看看在實驗室找到什麼設備 而設備的意思是 我們是放在一個Fixed Position 或者Place的地方 即是說它是不會動的 我們不可以隨便把它們拿走 放在一個固定的位置 這些圖全部大家都要認得 以及要懂得說它們的英文名字 第一個就是Gas Tab Gas Tab就是煤氣的出口 我們稍後會學習怎樣去應用 Bunson burner 半生燈 怎樣去透火 第二就是在家裡都會找到的 就是Electric Socket Electric Socket就是電插座 我們可以拿電 就是這些地方 一般我們在每一個 Side Bench 附近 我們都會有這些Electric Socket 第三個就是一個急救箱 First A Box First A Box 裡面就有很多急救的用品 簡單的就有膠布 又或者一些火酒 小小小子痛藥 棉花等等 希望大家都用不著 另一個就是Sink And Water Tap Sink當然是星盤 Water Tap 即是水龍頭 大家應該很容易會看到 在Side Bench 附近 那裏有的 第五就是Fire Blanket Fire Blanket 防火 滅火煎 滅火煎 通常在兩邊出入口 我們都會看到 接著那個就是Fire Extanguisher 滅火桶 實驗室用的滅火桶 一般都是用二氧化碳 噴一些白煙出來的 第七個就是防火沙 Sand Bucket Bucket 就是一個桶 所以我們會整個桶用的 也會放在出入口的位置附近 接著那個是一個Broken Glass Bean Broken Glass Bean 我們會把一些碎玻璃放在裡面 所以碎玻璃如果大家不小心打爛東西 我們不可以把它放在普通的垃圾桶 必需要放在碎玻璃裏面 另一個也不想大家用的 就是Eye Wash Bottle Eye Wash Bottle 如果萬一有些藥物等等 進入了眼睛的話 我們需要用Eye Wash Bottle 去洗眼 最後一個我們叫做Film Cardboard Film Cardboard 抽煙廚 抽煙廚應該大家都會看到的 因為它也是一個挺大座的東西 裡面就會有一個可以動的閘 如果我們有一點的煙放出來的話 我們可以放下 在抽煙廚裡面 在Film Cardboard 裡面 就可以抽出去了 這一堆的工具 就是每一間LAP 原則上都需要有的 大家都需要知道它的位置 以及認得它們的樣子 知道它們的英文名是什麼 拜拜